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志 4月22日 为基督而轻看世俗之人 在世上已没有母国了 每一位传教士都有他们动人的生命故事 无论他们在教堂传福音 从事社会福利工作 关怀穷人及社会边缘的弱势者 或是在各种教育机构培育人才等 他们都是抱持着在离开家乡时有的信仰承诺 我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宣告轻看世俗之人 在地上已没有所谓自己的国度 保禄是第一位外方扶传者 在给恶婆所人所写的信中指出 所以你们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 而是圣徒的同胞 是天主的家人 已被建筑在中途和先知的基础上 而基督耶税自己却是这建筑物的脚石 因此教会传统中就有一句谚语 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 是处处无家处处家 全世界都是他的家 基督徒在面对世俗时 要活出自己的信仰价值 如果受世俗价值观的影响 就会有很多东西是我在乎的 因为我渴望拥有 但是不自觉地被这些欲望所掌控 如果分享了耶稣基督 自我空虚的态度 就根本不会在乎这些名称 或物质的东西 不再有自己的国度 及生命的小圈圈 也没有放不下或坚持的事物 因为我的生命已经进入新的国度 从当代灵修学的观点来看 传统宗教上区分神圣 和世俗的对立的生活 当今的信仰 已经有成熟的权势 生活中基本没有俗与圣 一切都是圣的 所以要学习在俗中 看到圣 在罪的救赎中 看到正义和爱 最后 是要用天主的眼光来看一切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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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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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